今天在我昆頓身邊的由Hi-Fi天后陳杰麗 Hello 昆頓你好 大家好 Lily你好 今次宣傳你在8月推出的這張Hi-Fi唱片 叫做二分一 上次跟你聊天就是你開演唱會前 當時都說演唱會之餘都會夠做歌 8月的時候就看到這張Hi-Fi專輯推出 一看的時候這個概念很有趣 你選歌方面 一半是組合一半是五樂隊的歌 五首組合的歌 五首樂隊的歌 其實當初為什麼會是這個玩法呢 當初在演唱會的時候 就已經想到下一張唱片想怎樣去做 主題是什麼 因為經典的歌都已經唱過不少了 同時主創團也很希望 現在的那張唱片也會帶出新的東西給大家 好像未曾嘗試過去把樂隊和組合的歌 放在一張專輯裡面 然後重新去編曲 形成了一把女聲唱的一個做法 嗯 因為可能你看到這些組合或者樂隊都好 他們本身都未必只是第一位主音 那你要將這些本來可能多過一把人聲去處理 那邊是你自己去做solo 其實這個玩法對你來說 你聽到那些歌位你本身認識的時候 到你自己去處理 會怎樣玩法呢 其實我只可以說 你聽到的和你自己真的要去唱的 是兩回事 哈哈哈哈 是啊 是啊 難度比以往的都要大 嗯 所以整張唱片花的時間 也是比之前的很多 這張唱片從首都沒有用到十個月的時間 十個月 即是除了一首歌要做一個月 平均回來 但是整件事從零開始 零開始到這支唱片出來 嗯 十個月 其實你說比之前的唱片會難的 難再處理的是arrangement部分 還是你的focal部分 還是什麼呢 都是 因為對於編曲 對於監製來說 把樂隊和組合的歌 改編成一首獨唱的歌 都是有難度的 嗯 那這就是你帶給樂迷的新鮮感 給自己一個挑戰 也是給他們一個挑戰 哈哈哈哈 這個挑戰我覺得非常吸引 因為可能我自己 我自己 都懂得完整些編曲 聽的時候 我找到 原來你找這個 approach 去玩這首歌 又可以這樣 即是一聽 可能聽到第一首 別人的歌 我沒想過 原來可以清唱一半首歌 我先過 這個也是對應 我在演唱會裡面 曾經對歌迷說過的 嗯 一段說話 就是 我記得演唱會裡面 有一部分我是清唱的 大家都很喜歡這個部分 所以我就在台上 問如果我將來出一張清唱的唱片 大家會不會依然都喜歡 會壞這張唱片 所以今次在這張唱片裡面 試了一首歌裡面 試了半首 試了半首 對 做一個嘗試 還要是這首歌 就是整張唱片的第一 track 你一開 你什麼都不知道的時候 咦 沒有音樂的 真是純人聲去的 在等那個音樂 但又很吸引 因為當然是好聲 還有 慢慢是聲音 帶入那首歌的故事 別人的歌 他當年是在一個走廊歌手的身份 在開啟唱別人的歌 但是沒有自己的歌 但是別人的歌 放在你身上 就變成 其實你是專門覆蓋別人的一些經典的作品 或者大家聽開的作品 用你的方式 去做這些作品出來給大家聽 亦都是另外一個感覺 所以你由清唱 慢慢去進行這件事 我覺得很好玩 謝謝你 是否專門擺放這首歌 是第一 track 是 其實今次在片牌床 都是由專業的演唱會導演 去做這件事 真是當它是一個 像Mini Show 從第一首歌 一直到最美的 人人隨意點唱 一揚那些歌 唱吧 也也來 公式的拍照 其實掌聲 屬於那 人盡皆知的歌 演唱的 歌手 如永沒明知 你自己有這個方法 就是五首是組合的歌 五首是樂隊的歌 其實香港的組合和樂隊都不少 即是開了這個項目 是這個概念的時候 要去找歌 難不難呢 一段時間 化了 以及集大家的意見 即是選了一段 再在這一段 再選 剩下這十首 但是你團隊幫你選 還是怎樣 今次會是他們選得多些 而裏面有些歌 是我完全沒聽過的 是 原來這十首歌裏面有歌 本來你是不懂的 是 有兩首完全不懂 是 哪兩首 包括是《情迷》 《Milano》 和《天生人娘》 即是兩個女團的作品 你本來是不懂的 但是 後來有沒有找回原曲來聽 有 要學的時候 要找來聽 你要將這件事 變成你自己的時候 它還要本來是女團 即是比較更加容易 會在這裏 怎樣去處理呢 音樂監製 幫忙我 和 會將一些過往 我很想試的音樂風格 會放在這張唱片裏面 我們會在歌曲裏面 很適合做這種音樂風格 會這樣試 所以今次 編曲上 我們都試了很多版本 包括 已經開始錄人聲 一邊錄 一邊在修改 剛才你說 不懂夢劇院的天生一對 但我聽到你去處理 或你們團隊處理這首歌的時候 找Acapella 去做一個伴奏的感覺 我覺得很適合這件事 因為這首歌是很夢幻的 很夢幻的 加上Acapella的人聲 加上你下去的時候 我覺得這件事很適合 出來的效果 也都是大家 如果大家是喜歡的 這也是我們很開心的 嘗試是 是正確的了 嗯 你我方是一套戲 盡力演出化點心境 左注定一對 又再共你一起 想意識一切完美 然後 然後 組合方面 其實他們的歌 可能通常 或者你選擇出來 他們本身都是比較柔軟的 比較柔軟的 但樂隊方面 有些就 明明白橫的 那 你怎樣去處理 例如我看到有Beyond的遙望 你是另外完全不同的接觸 對 將它變成另一個節奏 另一個拍子 對 將這件事變得清新一點 但整張碟 最恨的那首歌 就放在最後 最初的那首歌是最靜的 對 清唱入的 最後的那首歌 真是還回音樂聲音 吵一點 有Zen的I Remember You 其實也不太熟 也不太熟 聽過 但不是去到位置 我聽第一句 就知道是什麼歌 可能很熟 去處理這首歌的時候 是否特地貼近 原本的編曲多一點呢 是 保留多一點 但也不會 畢竟只有我一把老車 所以在音樂那部分 不會突然間 把一首那麼爽的歌 變成一首很油 而我自己的表現就是 之前沒有不理會 那麼多靚的不靚的 總之就是 既然要嘗試 放開一點 而且當時已經想好 這首歌會不快 是最後的 一個結尾 但是你之前可能唱的歌 都未必會碰到這類 那麼行的曲風的時候 你去做這個嘗試 你的Vocal部分 怎樣做功課呢 嗯 既然它是一個嘗試 無論我成不成功也好 它只不過是 一小部分 十首歌裡面的其中一首 我相信大家會給我機會 去玩一些不同意思的唱片 唱片裡面 我知道有一首歌 意義是特別大的 因為你是找到樂隊的成員 去幫你做你的樂器部分 那首是《夏雨天》 沒錯 找到很開心 可以邀請到蘇德華老師 過來幫我彈 現場幫我彈 不是我們 都是同步錄的 很好玩 很好玩 對 為什麼會找到蘇德華出來 因為當時打算把這首歌放下來的時候 已經有幾個想法 所以我過音樂監製 你們發出的邀請 蘇德華 認邀可以去幫我彈這首歌 因為看這堆歌裡面 其實《夏雨天》也算是市場上 比較多人玩過的歌 你還要找蘇德華去幫你彈的時候 其實你的壓力會不會特別大呢 我沒有 其實我很興奮 很期待 因為我覺得跟他們這些大師級的 電堂 不是大師級的 電堂級的音樂人 一起去音樂 一起去音樂 一起去Live 玩 你會學到很多東西 從他們身上看到很多專業 以及很執著 對於音樂 很一時不久 所以覺得 不會輕易放過自己 同樣是你做音樂的時候 都不會輕易放過自己 但是不同 我到現在 我覺得每年都是自己剛剛出道 但是蘇德華老師他們的級別 其實一拿起我這樣彈 就已經八九成公里了 還有他那種松容 對 任何人都聽不到他們到底不好在哪裏 但是他對自己的要求就不是這樣 然後 就一絲一圖 他覺得音樂好像不太好 我沒有說到音樂不準的問題 而是 他會覺得 換另一種演繹的方式 可能會比較好 或另一種彈奏的方式 他就會很積極地希望可以去嘗試 可以去做得更好 在這張二分一的唱片裏 就有十首大家可能會熟悉的歌 或者你聽到之後就覺得 原來這首我聽過的 我覺得是這種感覺很好 是的 未必一看到就知道自己是懂的 但是聽到的時候就覺得 勾起了一些感覺 原來這首我懂的 原來這首我懂的 原來是這首歌 是的 所以 聽這些hyperature 除了要聽你們的演繹 其實重新認識一些歌 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是的 我也是在這個過程中 認識了很多 我以前也想知道 原來有一首這麼好聽 應該有這麼好的組合 所以也是用你的方法 把這些歌 放在這張唱片裏面 交給我們聽 大家就找來聽聽 這十首歌 究竟是陳傑麗和他的音樂團隊 如何製作 如何去炮製屬於他們自己的版本 今天多謝你 謝謝 謝謝